武则天与李世民和李志父子之间的感情纠葛 更可以解读为武则天生存能力的转变 他曾经成为李世民的才人 共度了十二年时光 然后再嫁给李志仅一年后 迅速晋升为二品朝仪 这真是一部堪比唐代版嘟啦啦生殖记的故事 武则天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 源自于他父亲的去世 这一事件使得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 而转变为家族中的多余之人 武士约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他是武则天的父亲 为了改变自己作为商人的敌贱身份 他毅然决定投资给了唐高祖李源 武士约在李源登基后 先后多次担任多个地方的都督等重要职位 武则天在幼年时过着富裕且无忧无虑的生活 并随父亲游历了大唐的美景 因此惠戒侄女武则天在童年时期并没有遭受太多委屈 李源去世令人猝不及防 仿佛晴天霹雳 武士约深感对恩主的感激之情 没过多久也离世了 武则天在十四岁时被征召入宫 成为了称为武才人的宫女 小姑娘年仅十四岁 她并未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至少三十九位竞争者 然而她心中坚信的见天子必定是一种幸运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感情非常深厚 以至于长孙皇后去世后 她没有再选立其他皇后 这表明了她们之间的深情厚意 武则天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当她离开母亲时 发出了见天子庸之非福的誓言 然而事实却是残酷无情的 武则天显然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武则天以唐太宗的兴趣为起点 勤奋练习书法 对于具备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来说 小道极书法 这条道路行进不了了 在武则天十四岁进入宫廷 并且在太宗去世之前的十二年间 武妹娘一直保持着无品武才人的身份 我们可以通过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来推断 李世民与武则天相互接触的机会非常有限 武则天的基层员工身份 使得他在接下来的十二年内无所作为 武则天面对病重的李世民 面对一片黯淡的未来 他将视线转向了唐高宗 现任太子李治 在李治眼中 他所有被李世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都变成了优点 或许是因为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有着深厚的情感 所以他对他的子女都极其宠爱 甚至过于溺爱 李治身为太子 尤其让他忧心忡忡 太子李治的性格被称为人弄 换句话说就是软弱容易被欺压 李治还因为幼年丧母的经历 对年长的女性抱有极度的亲切依恋之情 而冒昧成熟 性格果的刚烈 这就是武则天的特点 因此在李世民躺在病榻上的时候 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感 武则天在李世民驾崩后 选择出家维尼 前往改叶寺 尽管如此 他与李治的纠葛并没有完全消散 而是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李治并非无情 他仍然尽责地守护着唐太宗李世民的孝道 因为他还未满足孝妻 所以李治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再加上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唐太宗周年继日的时候 等待了整整一年的武则天 终于等到了来赶夜寺上香的唐高宗李治 感情再次燃起 两人紧握对方的手 泪水滑落面颊 然而 李治引起软弱无能而缺乏任何勇气 表达自己的想法 她的皇后是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王妃 尽管王皇后嫁给了李治 但是她却一事无成 萧淑妃得到了李治的宠安 产下了一位又一位的儿女 强烈的危机感涌上了王皇后的心团 她需要一位协助的伙伴 她耳闻了有关武则天和李治的种种传闻 她有所觉察 机会已经降临 李治对于她的表态感到满意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朗起来 她秘密地向武则天传达了一个消息 让头发扬起来 当李治守孝期满之际 武则天再度入宫 而这一次 身为五妹娘的她显然与众不同 在这个孤寂的空房中度过了十二年 静静守望了两年多的古佛灯光 一个全新的五妹娘 再次站在宏伟瑰丽的唐宫之中 她明白了不再过于鲜明地展示自己 何况她已经怀有身孕 李洪就是在入宫后诞生的儿子 得宠后的她并没有因为受宠而骄纵自己 相反她对李治非常巴结 展现出她温柔的一面 李治在她那里得到了 在端庄的王皇后那里未能获得的一切 这个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 十二年才得以成为人气 而只需一年就能够升为昭仪 这时的武则天为了达到目的 采取了各种手段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武则天 与李世民结婚十二年却没有怀孕 而与李治在一起几亿年 就生下了儿子李洪 一个小女子在封建时代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奋斗 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纠葛 更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武则天和李世民夫妻二人之间没有子女 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导致的 要么是因为他们不能生育 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生育 很明显他们属于前者 李世民的子女中 大多数没有详细的出生年月记录 可以确定的是 他最小的女儿新称公主 于634年诞生 比武则天入宫早了三年 根据这个时间线推断 可以认为李世民的儿子们 也在634年前后出生 因此可以推测 在武则天入宫之前 李世民已经有了14个儿子 和21个女儿 李世民经有了如此众多的子女 自然不会在意再增加一个 因此他对生育的愿望应该没有问题 武则天进宫时 仅以武品才人的身份入内 他的家世并不显赫 尽管他的父亲武氏 约曾是高祖李元奇医师的随从 但他已经去世两年了 武则天的姐妹和母亲 甚至受到堂兄武威良等人的欺辱 可见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高 武则天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希望通过进入宫廷 而获得李世民的宠爱 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最好的方式就是为李世民生育子女 虽然不能一蹴而就 但至少也能避免在嫔妃身份上 长时间待至十二年 李世民和武则天都有生育的愿望 没有不愿意生育的问题 可是他们可能面临一个困扰 即无法实现生育愿望 武则天和高宗李志 共同约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这证明了武则天在生育方面并无问题 然而在他与太宗李世民 相伴十二年的时光里 却未能产下任何儿女 唯一的原因就是李世民自身 武则天进宫时已是犀利六百三十七年 而李世民则已年届四十 虽然这个年纪并不算太老 然而李世民的身体一直欠佳 主因在于他多年征战的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潜伏伤痛 或许在年少时看不出来 但随着岁月推移 这些隐藏的伤痛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实际上 四十岁的李世民已经步入了晚年阶段 六百三十四年 李世民的最小女儿新城公主降生 正是李世民三十七岁时 而最小的儿子李明则是由其王李元吉与王妃杨氏所生 李福 李明的年纪最大的哥哥诞生于六百三十四年 与新城公主统领 因此 可推断李明出生在六百三十四年之后 六百四十七年 李明被册封为曹王 一般来说 皇子在十四五岁左右才会被冯为王 由此可推测 李明的出生时间约在六百三十四至六百三十五年之间 李世民进宫之后 不仅与武则天没有子女 与其他嫔妃也没有子女 这表明他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武则天入宫时只有十四岁 尽管在古代这个年龄已经可以结婚 但并不意味着女人在如此年幼的年纪就能生育 大多数女性在十六岁之后才开始生育子女 武则天刚刚踏入宫殿之时 李世民或许因为新鲜感 而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亲戚 然而当时的武则天还年幼稚嫩 随着岁月的流逝 武则天渐渐成长起来 李世民或许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 再也没有给予他任何特殊的关怀 史书中没有详细描述 李世民在位期间武则天在宫中的生活 但可以看出 武则天并未受到李世民的宠爱 因为他在宫中担任了十二年的才人 地位一直没有提升